万元寺秉持着持戒念佛的中风 带领大众打佛七求生西方净土 大慈三万元寺生性窃怨独行 秉持阴光大师持戒念佛 与妙联老和尚广度众生的中风 带领大众打佛七刻起取证 一心不乱求生西方净土 我们大慈三万元寺秉持阴光大师 持戒念佛的中风 与其妙联老和尚 就是佳师他发大愿 要广度众生到西方极乐净土 因此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就是打佛七 带领大家用功求生净土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自己也打了一百天的佛七 那一百天佛七之后 我们就接着对外的佛七有四十九天 那目前也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那很多的尽忠的学佛者 他们都非常的踊跃来报名 我们这一次的四十九天的佛七 打佛七是举行七天或以七天为周期的 专门念佛的修行活动 这种活动的目的是集中一定的时间 让修行者放下外援 集中精力不受打扰的认真念佛 力争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峰苗栗采访报道